走进台糖超商发现近日被验出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的同款产品 还是在架上贩售 只有一个 它是五花肉 它以为是它的原有 有民众一看到是台糖的猪肉就想退货 不过告诉卫生局接获通知 被检出有瘦肉精的同批产品 只有流向高雄市一家超商 该超商在112年12月进货10盒 已售出1盒 而日前因为冰箱故障退回9盒 所以架上目前是已经没有该批产品 会持续的来针对这些过年前的 这个年过尤其是猪肉的 这个瘦肉精来加强的茶叶 除了高雄恢复贩售同款猪肉片 另外像是屏东云林台东等多个南部县市 也都没有实施预防性下架 不过台北新北宜兰等八个北部县市 却决定要先将同品箱肉品预防性下架 再进一步检验肉品 南部明之后面对台糖减出瘦肉精相关讯息 反应大不同 而南北不同调的下架处理方式 也不禁引人猜疑 政府把关实案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欢迎新闻另外开阳格 罗北遥高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